一时间 两人是针尖对脉盲 眼睛都死死地盯着对方 给我上 我要他的女人都给我记住了 所有的 青山的眼中尽是疯狂之色 给我拖住他们就好 这是林凡对自己身后重高手交代的 可惜啊 刚才经过了一场恶战的洗礼 这些人只有原来一半的实力 甚至有的已经身受重伤 而青山所带的这群高手呢 怎么看都是胜利军呢 这一加一减 林凡这边的众人 几乎是青衣色地被人压着打 除了他之外 其他的早就露出败相了 砰的一下 第一个在上一场战斗中受伤的高手 被青木派的高手一拳击飞 接着是第二个第三个 林凡 看来你的这些高手不行啊 几个照面就扛不住了 青山说着 给身后的这些高手使了个眼子 他们立即涌过来 开始围攻林凡 五个九重无尊枪这样 林凡就是再厉害 也绝对不会在这些人的手下 讨得了半点好处 终于 在坚持了几分钟之后 林凡被青山一脚踹飞 看到林凡被自己踹飞 他更是大笑连连 花不一这个老不死的 交出来的徒弟跟他们一样蠢 先把其他人给我抓住 然后再给我搜一搜这个别墅 看看里面有没有女人 说到这 青山眼中泛起了光了 他这是要当着林凡的面 去调戏他的女人 想到这种刺激 青山都有点坐不住了 可是十分钟过去了 来的人都是摇了摇头 把青山气得暴跳如雷 他走到林凡身边 一脚踹在林凡的脸上 女人 你的女人呢 现在告诉我 我他妈就不杀你 要是你不说 我现在就废了你 看着青山这变了形的脸 林凡擦了他嘴角的那丝鲜血 你求爷爷呀 求求我 看我能不能告诉你 林凡越是这般 青山的情绪就越是激动 原本在门派里的时候 因为这个变态的毛病 以至于他师父让他师兄 继承了门主之位 我现在就杀了你 青山的眼中尽是怒火 手中的鼓舞之力迅速集结 只要这一下 林凡必然会死在这儿 可是 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候 刘玄策赶了过来 这次他不是自己一个人来的 还带来了自己的父亲 和刘家的几位高手 他们分别是刘又龙 刘战虎 刘凤楚 刘玄武 几位爷爷 请你们务必出手救下林凡 刘玄策对着身后四人 直接说道 这几个人也是丝毫不含糊 刘又龙的速度奇快 直接冲了过去 硬生生地接下了青山的 这致命一击 青山愣住了 然后他恶狠狠地说 花肚青木派的人办事 没事的人给我滚一边去 几个老者脸上没有丝毫表情 只是感受到这青山实力 眼中也犯出了一抹诧异 四位爷爷 千万不要留手啊 这林凡可是对我们刘家 有着大恩的人 刘玄策着急地喊道 四个人只是稍稍沉吟 然后个个都目露坚毅之色 直接出手 有了这四人的加入 战场的局势算是彻底改观了 没办法 这些老家伙的平均年龄 都比青木派的人年长三十岁 那么 他们进营在九重五尊的年限 也是异常久远呢 这个实力 自然比他们强上不少 刘玄策直接去到林凡身边 刚想查看一下他的伤势呢 可谁知道林凡狡邪的一笑 在自己嘴里塞了一颗丹药 刘玄策先是一愣 然后立即明白了什么 不过他依旧把林凡扶了起来 不得不说 这刘家四人绝非是单纯的九重五尊 他一出手 这些人完全没有招架之力 按照林凡的分析 这些人至少能比普通的九重五尊 要强上三四分 四个人进入战斗之后 十分钟不到 他们全部被打趴下了 不过能修炼到这个份上 很少有像为吴天这种求饶的